相关证照的需求,其实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其中的话,你往下卷动,你会发现,这边当然还有考其他的 其实现在比较热门的程式员,除了python之外 还有r,还有csharp,还有visiobasic,然后等等的其他的 其中的话python,它其实因为热门度很高,所以目前它 那总共有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那这两,我上次有讲过啦 这两张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一张,它是1到9类 那这一张是1到5类 所以呢,将来的证照上面会多一个基础两个字 这个的话是没有基础 OK 那那个难度来看的话,当然这个会 比较高 OK,所以其实主要差异是说 他考的这个类别不一样而已 那考的类别之外的话,其实费用是一样,都1500 考5题,就是1到5类嘛,反正1到5类里面 他就 从 里面已经公布,所以将来 考的题目 就是从那 50题啊,一类10题里面呢 随机出 一题出来考你 那一题的话,等于是20分 那等于机格分数 是70分啦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但 假如说 有 作答的时候,不是说 5题里面 如果你有一题不会写的话 其实基本上 拿个80分呢 其实也还是算是合格啦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考试基本上没有很困难 考试时间的话 是60分钟 那也就是说呢 你的作答时间一题 最多大概就12分钟 也就是说,除了说你要会之外 还要熟练啦 你不能说到现场 再去想说 到底这题目怎么做 那理论上是先把会的 先把它作答一下 这个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他这边 基础 再来就是程式语言 那程式语言就是没有分 他就是1到9类 那1到9类的话呢 就是说呢 除了刚刚讲的1到5类之外 后面呢 其实还有4类啦 那至于呢 这几类里面考什么 而且这难度又更高 考试时间 只有100分钟 要做9题 OK 9题的话 1题大概也差不多10 10分钟左右啦 OK 那这个 我有考过这个等级啦 其实实际上 以我的经验 但如果你够熟练的话 其实说真的 给你个20分钟 其实你大概就写完了啦 但你如果不够熟练的话 你给你 给你再多时间 其实你是做不完的 OK 那及格分数呢 一样是70分 那他的那个算的 这个总共有9题100分 那算分的部分 其实 也还蛮妙的 就是说呢 1到9 每一题基本上除了第4题以外 都是10分 那只有第4题 其实第4类的题目 是20分 OK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假如要做打的话 建议是从第4题开始做打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第4题做 打完 完毕的话呢 那就是直接拿20分了 那也就是说你20分拿到之后 再做5题 其实你就及格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通过拿这个证照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拿70分 你拿70分 跟拿100分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 都是一张证照 那只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你自己的那个荣誉心 那当然我是把所有题目都做完 那他这个考试 比较特殊的地方是 他是上机 测验 那会给你一台电脑 但是不能连上网路 也不能偷看答案的 然后呢 他考试的时候呢 是你做打一题之后 可以直接上传云端 可以马上知道说 你这一题 有没有拿到分数 也就是 绿灯 就是 表示你这一题得分了 那也就是说 你通通 假设第4题做对了20分 然后你再拿个5题 70分 其实你就可以离场了 OK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题如果你不想做没关系 你就是 直接离场 除了这两张之外 还有所谓的网路爬虫 OK 那这个当然也是后续延伸 比较新的是这个机器学习 OK 我是觉得 如果你把这个 我刚讲的就 如果 基本的部分学完之后 你想要延伸的话 其实这个也还蛮多的 可以再去了解 因为现在很 很夯的是AI 人工智慧 跟那个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也许可以 再延伸去了解 这个部分 那 这一张我有拿到 OK 这一张部分的话 其实它是4题 题目也是一样有公布 只是说一类的话 总共 5题而已 OK 只是说复杂度 会比较高 那考的方式 跟 刚刚讲的那个又不太一样 刚刚是 就是让你作答 然后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可是 这个 考试 特别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 参考的标准答案 那考你什么 其实它不是考你从头到尾写 它是考你填空题 也就是说 它把有一些程式 把它 拿掉 然后给你部分程式 OK 所以考的部分 也不太一样 这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 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话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本来是 去年寒假就要考 只是因为疫情关系 没有考场 没办法去考 那我是有去参加研习 那我知道 这个考试基本上三大类 也是有题库的 而且这个考试部分的话 它又跟前面两个 前面的那个考试不太一样 它考的是说你把最后的 跑出来的结果 的答案填上去 就是填答案就对了 OK 这个可能考试部分 还是稍微有 不太一样的部分 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1到5类 它里面内容 我前面有介绍过 包含就是说从第1类的 基本的程式设计 一直到第5类的 函式 方选 或者叫函数 那首先的话 因为这个第5类部分 我们之前有一题 有带到类似的东西 所以呢 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5类有关就是说 这个参数的相关值的传递部分 还有关回传资料的部分 还有如何去建立一个所谓的方选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帮我开启 那个 之前有一个练习 就是所谓的 直数 那直数这一题的话 其实我主要是 拿这一题来做一个修改 那改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前面我们在第3个单元 往上 前面的部分 我们在三角形下方这边 直数判断这里 请各位可以看到应该是在第16页的地方 可以看到 那基本上的话如何建立一个所谓的函式 或者叫做函数 其实函式函数只是翻译名称不一样 基本上指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要把它改成方选 那方选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在VBA里面就称为所谓的 制定函数 那VBA里面如果你有学过VBA的话 基本上VBA有两种形式 两种的方选形式 一种叫sub 一种叫function OK 那基本上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sub 它没有回传值 也就是说 程式跑完就好了 就是像一个按钮 按下去 跑完 好 就拜拜了 OK 那function的话呢 最大的差别是 它有return值 也就是说呢 它跑完之后呢 它会把最后的结果 返还 给你 那由你去做处理 OK 那只是说呢 我们待会 希望把那个直数练习这一题 我希望改成什么 第一个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没有回传值 怎么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function 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建function 一定要在最上面 所以呢 请你在最上面这边 按两下Enter 好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在那个 如果你要建一个function的话 它有个开头的关键字 叫 def 其实应该就 是不是叫define吧 definition也是 就是 定义 OK 空一格 其实跟那个什么 VPA里面的sub有点类似啦 只是说名称不一样 那VPA里面是打个sub或function 这边是打个df 后面的名称 假设我要建一个名称 名称叫test 所以就test 刮胡 我要请他传什么东西给我 假设我给他一个名称叫prong 请你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 你要判断值数的那个参数传给我 后面加一个 冒号 Enter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定义好 一个所谓的function 只是差别是有没有回传值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产生一个没有回传值的 该如何写 如果没有回传值的话 那其实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应该 把 这个底下 假设我先要把这个程式改成 function的话 第一步的话 保留那个input 就是说 还是一样呢 让他做输入 那差别是说把底下的这些程式 通通都搬到哪里 搬到function的下方 所以特别注意喔 1 在上面 按两下Enter 然后打一个df test prong 第二步的话呢 把 除了input以外 底下的程式 搬到def的下方 并且呢 把它选起来 按tab 因为他在下一节 按tab 好 意思就是说 他会在这个function里面做执行 OK 这第二步 1 建这个 2的话呢 把底下的程式 搬到上面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已经建好了一个 没有回传值的这个function 那我要怎么呼叫他 OK 所以特别注意 等于是把程式搬到上面而已啦 那如果我要呼叫他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我就在这个程式里面 打一个 打一个df后面的名称 就这个名称 OK 然后一样呢 刮虎 刮虎部分的话呢 他就秀出来 我已经帮你找到 你有一个function 那后面的话呢 必须有个参数 那我预设参数名称是prong 那我就把这个prong的 这个名称呢 直接带到这边来 那 他的流程是这样 他就帮我把我输入的这个整数 先丢给prong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呢 会丢到这边之后的话 特别重要 他会再丢到 上面的这个function里面 也就是 这边的话呢 在这里的话是一个prong的变数 那透过呢 传递到这边的话呢 那他就变成一个 所谓的参数 OK 也就是我这边的话 把这个prong的变数 丢到这里之后的话 那他就变成prong的一个 参数 OK 那参数的话呢 就在这里面做运算 最后的话 因为他没有回传值嘛 所以呢基本上 直接就在这里 就输出说 是否为值数 OK 我们来试一下 值星 输入一个值 52 比如说输入之后嘛 然后丢一个52 52就丢到这边来 那因为呢 这边有个参数 他就把这个参数丢到这边 然后run完之后 就告诉我是否为值数了 OK Enter 不是值数 那就再执行一下 比如说17好了 17的话呢 这边出现了有一个unbound的一个local 是不是多一个什么 reout这个 等于 那这个 这个程式好像我们 后来有改写 我这边好像应该是改成什么 所以这我 比较后来有改过 我刚 用到旧的 OK 这个应该是 放到这里 然后来我们是把 把这个 else OK 应该改成这样 应该 那这边多一个break 后来好像我改一个版本 不过后来我没有存到档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再输入一下 这边输入17 那一样嘛 他就接到17 之后丢到这边来 让他跑 跑完之后呢 能不能 被其他数整除 如果不行的话 最后一定是 是值数 我看一下 Enter OK是值数 那基本上的话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这样改 好像反而让 程式 变得比较 复杂 跟各位讲 这个定义function的话 主要是说 如果你这段程式 假如说这个上面的这个test 将来会被其他的程式使用到的话 那你势必就有必要把它写成一个function OK 考试基本上就是 考你会不会 把 程式 改写成function 所以这部分的话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第1个 这个是所谓的 没有回传值 没有return 那可是如果要把它改成return的话 该 怎么做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话 第1个先了解一下那个我们 考试的部分 第2个的话呢 就是 针对第5个单元 把它改成 没有回传值的一个function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的程式 是放在第3个单元 一样是第3个单元里面的第16页的地方 那先把那个 之前写的 这一个 值数判断 把它改写成没有 回传值的 一个 一个function OK 没有回传值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要把它改成有回传值 该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这个概念清楚的话 基本上第5类呢 就会很简单 因为第5类就是 考你怎么样 把它改成 就是function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拿 这一题来跟各位讲 主要就是说 针对第5类 考试的需求 当然未来工作上 是不是一定要把 把你的程式 通通改成function 主要取决就是 那一段程式 是不是会被重复使用到 如果经常被重复使用到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 把它改成function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城市 跟另外一边的 怎么都一样 很多地方都一样的话 那当然你刚才弄一个function 以后就呼叫他就好了 那这样不是简化很多 OK 所以这一点呢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 值数判断 改成 没有回传值 的 这个function 哦 这一点呢